我说一下这个怎么来测试一下 就你先打开这一个Touch Designer 无所谓是不是commercial 只要插个狗它就是个commercial版 然后打开这个之后 你这个不用管它 你把这个移到旁边一点 然后按一下Tab键 它就会出来这么一个窗口 你选择一个叫Movie File In的东西 这个东西打开之后 然后你这一边 去选择你的那个做了通道的视频文件 双击之后它就会开始运行 然后你现在再点一下Tab键 用一个叫Constant放在这里 然后你再按一下Tab键 再加一个叫Over的东西 好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你只要看到说就是你随着你的这一个 对这边还有再设置一个 就在这里面有一个 Image这里 然后Multiply RGB by Alpha 这几个你都试一下 就是 理论上它Automatic它自动会打开 但你也可以选On 强制把它开启 这样的话它就用透明通道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看它一直拨 你看看能不能看到下面的这个白色 这白色如果不是很明显 你可以换个颜色 假如换个蓝色或者紫色 如果它是透明的话 它就是能看到下面的紫色图层 如果不是透明的话 它就看不到 也就是说它这一个是 是那一个 如果你有透明通道做好的话 你看到紫色了 就说明你的视频是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看到紫色 就说明你的视频还是有问题 我打个比方 给你做个小的demo 你现在如果有打个比方 这是一个电影 这是另一个电影 然后下面的是 就是我的ins是紫色 上面是你的电影 理论上你有透明图层的话 你就会这样 因为随着它的α值降低 你就会看到下面的颜色 降到0的话你就看到紫色 所以如果你电影是α图层 并且这个α值降到0的话 或者是降低的话 它会看到底下的颜色 你用这个方法先测一下你的影片 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到时候我们再看后面怎么来做